Hello 中山三鄉的葉滿樓盤 華法觀山水 測評 來了 先講地段 三鄉以大用法為中心 這個樓盤真是圓 樓盤周邊都是工廠居多 2020年樓盤周邊提出三舊改造 但舊改的宗旨是工改工 屬於產業升級 依然都是工廠區 樓盤旁邊的廣新鞋廠 在2020年就被龍江拿了 匯起一個樓盤 你們覺得周邊都是工廠的樓盤 它的未來會如何呢 再講配套 商業配套就是樓盤的商店 如果去大商場的話 開車需要20分鐘 坐公交巴士需要40分鐘 如果你覺得樓盤的商店可以滿足 日常需求的話 我無話可說 反正就是不適合我 教育配套 白石幼兒院 白石環小學 開車5分鐘 報復15分鐘 算比較方便 醫療配套的話 中山三鄉醫院 開車15分鐘 樓盤70坪兩房 96至108坪三房 126至139 四房單位 每個樓盤都中規中矩 其中還有碟稅和獨立別稅 價錢8000至10000元 不帶裝修 這個價錢的話 我覺得就有點高了 走吧走吧 有缺點 先說缺點 周邊工廠太多的樓盤 想要勝負 難 非常之難 但因為工廠較多 人口都比較多 只要樓價 不是太過分的話 都會成為工人的首選 但如果遇上工廠大規模的搬遷 你們覺得會怎樣呢 記住 買入這個樓盤 一定要適合開車 優點 知名品牌 大發展商 物業好 小區環境不錯 你們覺得還有什麼優點 可以在評論區留言 值不值得買呢 那就要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在樓盤周邊工作的話 是可以買的 畢竟可以解決 小朋友的上學問題 以及樓盤的質量都不錯 如果你是用來度假和退休的話 我就覺得有點勉強 除非你有車 或者天天在樓盤玩 如果是投資的話 你們會不會選擇它呢 反正我就不會了 以上都是我的個人見解 如果你覺得我說的不對 歡迎指出來 如果你喜歡樓盤測評這一類型的視頻 希望你點個讚 點個轉發 再加上訂閱 如果你不喜歡樓盤測評這一類型的視頻 就可以留言 我會慎重考慮換其他類型 記得買樓盤不是網上購物 一旦買錯了 就不可以退貨了 鼓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